澳门大三八是中国澳门的一个著名地标 也是澳门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 大三八位于澳门半岛的圣宝路大教堂前方 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教堂遗址 大三八的名字来自于教堂的名称 原本是一座天主教教堂 但在一次火灾中被烧毁 仅剩下教堂的正面墙壁成为了现在的大三八遗址 大三八的建筑风格独特 结合了葡萄牙和中国的元素 教堂的正面墙壁是一个巨大的石墙 上面有着精美的浮雕和雕塑 展示了葡萄牙的宗教和文化 墙壁上还有一个巨大的十字架 象征住基督教的信仰 大三八的建筑风格融合了欧洲文化和中国传统 展现了澳门独特的文化特色 大三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 当时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教堂 然而这座教堂在一次火灾中被烧毁 只剩下了正面墙壁 尽管如此大三八仍然成为了澳门的象征 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参观和拍照 大三八的周围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建筑 如圣保禄大教堂和澳门博物馆 圣保禄大教堂是一座著名的天主教教堂 建于17世纪是澳门最古老的教堂之一 教堂的建筑风格独特结合了葡萄牙和中国的元素 是澳门重要的宗教和文化遗产 澳门博物馆位于大三八的附近 是一个展示澳门历史和文化的博物馆 博物馆展示了澳门的历史艺术和民俗 通过文物图片和模型等展品 让游客了解澳门的过去和现在 大三八和周围的建筑是澳门的重要旅游景点 每年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参观 游客可以在大三八前拍照留念 欣赏到澳门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美景 此外大三八附近还有许多小巷和街道 可以探索澳门的传统文化和美食 然而大三八也经历了一些困难和挑战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 大三八多次被火灾和战争摧毁 但每次都得到了修复和重建 最近一次的修复工程是在1990年代 对大三八进行了全面的修复和保护 使其恢复了原有的荣光 总的来说澳门大三八是 澳门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 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历史价值而闻名 大三八的正面墙壁成为了澳门的象征 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参观和拍照 大三八周围还有其他重要的建筑和景点 如圣保路大教堂和澳门博物馆 让游客了解澳门的历史和文化 无论是游客还是文化爱好者 都会被大三八的壮丽和独特所吸引 并对澳门的历史和文化产生深深的敬意